水浒传故事 快活林 原著施奈安 改编子聪 绘画不孝怀 武松未报凶仇杀了西门庆 潘金莲 在东兵府被判几仗四十 赐配二千里外 当下由公差押解赴孟州 路上走了二十余日 这天来到孟州盗岭 前面大树林便是有名的石子坡 来到石子坡 已经快到中午 他们望见一个酒店 门前窗坎边坐着一个妇人 见武松和两个公差来到店内 便起身迎接 不一刻 那妇人便拖来一大盘肉 和一大同酒 武松是酒走江湖的人 因看酒的颜色浑浊不清 就问那妇人 酒里是否有盟药 这可把那妇人问火了 过了一会儿 那妇人又拖来二三十个包子 武松又问她 包子是人肉还是狗肉 这一来 更把那妇人激怒了 就指着武松骂起来 原来这妇人是店主人的妻子 十分厉害 人都换她母叶叉 孙儿娘 她被武松问得恼火 上去就要动手 但她哪是武松的对手 被武松轻轻一推 便向后倒去 正在这时 门外积极地跑进一个 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忙请武松息怒助手 并问起武松姓名来 这人一听是武松 倒下就拜 原来他姓张明清 以前曾在光明寺种菜 也好屎枪弄棒 如今在这十字坡一带 开了几个小店 人都叫他菜园子张清 张清起来 又把老婆孙儿娘 拉至近前和武松相见 武松和孙儿娘 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他们真是英雄爱英雄 好汉惜好汉 张清夫妇把武松请至后堂 只管把好酒好菜拿来款待 席间武松把自己的遭遇 都对张清说了 次日武松待要赶路 张清哪里肯放 一连留他住了三日 武松因感激张清夫妇 便和张清结拜为异性兄弟 到第四天上 武松执意要走 张清夫妇苦留不住 便拿出十两银子送于武松 又拿些零碎银子送于两个公差 这才送武松上路 当天过赏 他们已来到孟州城 进到城里 他们一直走到孟州州牙 福尹看过东平府的文案 又押了回书与那两个公差 随即吩咐把武松带到安平寨 劳城营去 到了安平寨 武松刚被带进单身房 早围上来十数个罪犯 他们争着告诉武松说 但凡新到罪犯 要先打一百大棒 劝他多多送些人情 以免吃苦 他们正在说话 呼听人喊 拆博官到了 众罪犯一听 立刻走散 拆博官气势汹汹地走进武松房间 披头就问 哪个是新到的罪犯武松 武松本是硬喊 见拆博官无礼 他哪里还按捺得住 只见他两眼一瞪 拳头早举了起来 拆博官见识不好 只好悄悄地退了出来 拆博官回来和管营相公一说 武松立刻被带上膛来 管营相公喝声打 有几个军汉便向武松拥来 军汉们正要动手 被管营身后一个小相公拦住 他在管营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 管营立刻改变主意 叫把武松先带下去 武松被押回牢房时 众罪犯又围了上来 他们十分奇怪 还以为武松在这里有相识的人 给送了人情 不然怎能免了这顿打 可是武松却说 并没有相识的人 罪犯们想 既没有相识的人 为什么能免了这一顿大棒呢 就都劝武松要留心些 正说着 忽然听到外边有人喊武松的名字 说着那人已进到屋里 只见他拖来一大壶酒 一大盘肉 还有一碗面和汤等 这更把武松弄糊涂了 以后一连数日 都是好酒好饭 拿来与武松吃 却并没有加害的意思 武松更是莫名其妙 一天送饭的来了 武松一手拉住他 问他这饭到底是谁让送的 武松一定要送饭的 请他家相公出来相见 送饭的走后不一刻 小相公果然来了 他一见武松倒下就败 这就是管营的小相公 姓施明恩 武松料之 施恩定有事要要求他做 就叫施恩直说 施恩说 他原在城外快活林开酒店 被本营张团恋带来一个恶徒 叫蒋中的无故霸取 还把他痛打成伤 说罢便请武松替他报仇 武松生来最恨这般横行霸道的人 他不等施恩说完 早已怒火升天 就让施恩带他找蒋门神去 但被施恩拦住了 他劝武松先养好身体再去 武松知施恩是怕他力气不足 就把施恩拉到老城营外的天王堂来 他要把门前那块大青石墩举起来 武松把袖向上挽起 两手先把石墩摇了两下 只一举 那块五百多斤重的青石墩 已高高的举到头顶上 施恩和旁边做苦意的罪犯都看得呆了 武松把那石墩向上一扔 扔了一丈多高 又用手轻轻的一接放回了原处 却面不改色气也不喘 这时武松就又催施恩 找蒋门神去 次日一早 施恩来对武松说 已探得蒋门神陷在殿里 今天即可行事 这时送饭的也把饭送来了 施恩因怕武松吃酒误事 所以今天并没有送酒来 武松听了哈哈大笑 武松对施恩说 若要打蒋门神 需要依他一件事 到快活林去的路上 没走过一个酒店 就要吃三碗酒 施恩连连答应 早饭吃罢 武松和施恩离了安平寨 出了城 竟向快活林大道走来 走不到三五百步 早望见一个酒店 武松便叫停下吃酒 家人把酒送上 武松一连喝了三碗 这时正是六月天起 路上十分炎热 他们就这样走走歇歇 约莫已过了六七个酒店 武松虽已喝下一二十碗酒 却并不显得醉 前面不远 就是蒋门神的酒店了 武松虽不曾吃醉 却装造十分醉 东倒西歪的 直向蒋门神的酒店走来 约莫走了三五十步 便见一条壮实的大汉 在大树荫下成凉 武松想 这一定是蒋门神了 武松却并不理那个大汉 又走了二三十步 已来到丁子路口 一个大酒店前 细看时 店面好不气派 里面还坐着一个 十分妖艳的妇人 进到店里 武松在一个桌旁坐下 就敲着桌子 让店家打酒来 店家到柜前 让那个妇人 咬了一些酒送于武松 武松就鼻子一闻 连嚷不好 叫店家换好酒来 店家只得又让那个妇人 换些好的来 可是武松仍叫嚷不好 店家无奈 就忍气吞声的 又跑到贵边 让那妇人再换些好的 店家又拿来上好的酒 武松才略略满意 他一边吃酒 一边问店家的掌柜姓什么 店家告诉他 说姓蒋 武松把眼一瞪说 为什么不姓李 那妇人听了 便对武松大骂起来 店家盲劝武松 说这是他家主人的娘子 让武松不要无礼 武松说 就是主人娘子陪着吃几杯酒 也不打紧 这一下更激怒了那妇人 便大骂武松 武松早把土屋山脱下 一步抢进柜台里 只一提 把那妇人轻轻的提了出来 顺手一扔 只听扑通一声 就见那妇人头冲下 栽到大酒缸里去了 店里伙计们 见主人的娘子被扔进酒缸 但要上前和武松动手 武松早又提起两个 也扔到酒缸里 其余的看事不好 就都跑去向蒋门神报训了 武松看店里的人跑了一空 便大踏步赶出来 刚出了酒店 就见蒋门神 慌慌张张的向这里跑来 蒋门神气得两眼冒火 见了武松也不答话 上去就打 武松虚晃一拳 扭身便走 蒋门神紧紧追了上去 却不防 武松忽然飞起一脚 正踢中他的肚子 踢得他仰面倒了下去 痛得直叫喊 武松抢上去 把蒋门神按住 挥拳便打 打得蒋门神直喊饶命 武松便对他说出这三件事 一 要立刻离开快活林 把酒店交还石恩 二 要亲自向施恩陪话 三 今后再不许到快活林来 这时 施恩也带着二三十个大汉赶来了 这些人是管营相公 派来帮助武松的 施恩见武松 已把蒋门神打倒了 毫不高兴 不一刻 蒋门神已把镇上几个管事的人请来 武松请他们都围一张桌坐下 便把他打蒋门神的原由说了出来 武松让蒋门神立刻滚开 把酒店交还石恩 不然 就像对景阳岗上的老虎一样来治他 众人听了才知他就是打虎的好汉 都连忙向他陪话 蒋门神已知道武松的厉害 哪里还敢说话 当即就把店里一切食物交清 然后雇了一辆车 拉上自己的行李 起身离去了 蒋门神走后 施恩自然欢喜 便重新开市 刘武松在店里像亲生父母一样的看待 过了一个多月 这天施恩正和武松闲话 忽然外边来了好几个军汉 说是奉张都监派遣 来请武都头的 施恩看了请帖 心里十分为难 张都监是他父亲的上司 技术人家管辖 只得让武松去一趟 于是把这事告诉给武松 武松是个执行人 也没多寻思 就骑上军汉们牵来的白马 跟他们向张都监的府上去了 到了孟州城张都监府上 张都监早已在厅上迎候了 他说他帐前缺个体积的人 欲让武松给他做个亲随 武松见他这样抬举自己 就答应了 张都监又叫家人取酒 亲自赐予武松吃 当晚就安顿武松 在厅前下耳房里歇了 从这以后 张都监不时把武松换到后堂 和家里人一块用酒吃饭 把武松当亲人一般看待 武松也自欢喜 武松在这里住了约某一个月 倒也相安无事 话说已到中秋佳节 这天张都监在后堂鸳鸯楼 设下酒席 请武松来赏月 武松到了鸳鸯楼 见家人内卷都在席上 狠觉不变 就想告退 张都监哪里肯放 只是再三的留他 武松只得入席坐下 席间 张都监亲自把斩 劝武松开怀畅饮 他们一边吃酒 一边谈论些枪棒 武松一时高兴 喝了个半醉 不一会儿 只见明月东升 张都监高兴起来 便换丫鬟玉兰 出来唱个曲祝兴 玉兰唱罢 张都监对武松说 玉兰颇有些聪明 并说要把他送于武松 做妻事 武松连忙垂绕 武松又饮了十手杯酒 已是夜深人静 他觉得有些酒醉 因怕酒后失礼 便起身谢过张都监 自回房里去了 回到房里 武松因吃多了酒 觉得肚里闷胀 就把衣服敞开 拿了一条绍棒 到庭院明月下 耍了一阵 约末已有三更时分 武松正要回房安邪 忽听后堂传了一片喊声 就急忙向后堂赶去 武松跑到后花园时 却不见一个人影 正在疑惑不定 忽然从暗处 跳出七八个军汉 把武松绑了起来 这些人不让武松分辨 一直把他带到厅上 只见张都监 凶慕原争 指着武松大骂起来 张都监也不让武松分辨 立刻吩咐手下到武松房里 去搜查赃物 军汉们拥到武松房里 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有好多金银器皿 约有一百多两 武松一看 连自己也惊呆了 军汉们把赃物拿了 又把武松带回厅上 张都监拍案打骂 原来这都是蒋门神 吃了武松的打 因怀恨在心 便托张团练 要求张都监 设这条计策 来陷害武松 第二天 武松就被押到 知府衙门去了 知府受了蒋门神贿赂 升堂后不问情犹 贺教手下重打 武松想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如屈招了 免受皮肉之苦 就承认了是自己偷的 知府让武松画了压 便把他关到死牢里 施恩自武松走后 心里十分怀念 这天听人说 武松被吓到死牢里 好不吃惊 忙跑到安平寨 找老管营 商量搭救武松的计策 施恩找到康杰吉 听说当案的叶孔木 亦有心周全武松 就又备了许多银子 来央求叶孔木设法 叶孔木本有心搭救武松 又接了施恩银子 便答应了 次日 施恩带了许多酒食 请康杰吉把他带进牢里 来看武松 他见了武松 就告诉他 自己央求叶孔木设法的事 让武松放心 张团链等 虽极力要陷害武松 但因叶孔木 一力主张 才把武松的罪改清 过了两月 便定下罪来 几仗四十 发配恩州老城 随即 有公差 押戒上路 武松被押出城 走不数里 路旁闪出施恩来 武松见他裹着胳膊 头也用白布缠起来 心里十分奇怪 施恩对他说 又是被蒋门神打伤的 酒店也被他夺回去了 说着 施恩把手里提着的两只熟鸡 挂到武松的家上 又把包裹拴到武松腰里 施恩嘱咐武松 要他路上留意 施恩还想和武松讲话 那两个公差早不耐烦了 直催武松赶快上路 施恩只得和武松告别 原来 这两个公差 已被蒋门神买通 要在路上杀害武松 武松别了施恩 又走了六七里 路旁闪出两个跨着腰刀的大汉 他们并不答话 也跟在武松后边一起走 武松看出他们不怀好意 只是装作不知 又走了几里 来到一个去处 只见人烟稀少 四面都是野港阔河 这地方名唤非云谱 武松想 我何不在这里 结果了这四个恶徒 他便装作要净手 几个恶徒 也正想在这里杀害武松 听武松嚷着要净手 那两个大汉抽出腰刀 乘机上前要动手 却早被武松飞起一脚 把一个大汉踢到河里 另一个正要转身 也被武松踢下河去 那两个公差早慌了手脚 正带要逃 武松把加一扭 折成两段 抢上去一拳一个 两个公差也被打倒了 武松就河边捡起一把坡刀 把这两个公差杀了 先被踢下水去的那两个大汉 这时又挣扎出来 武松抢上去又砍翻了一个 最后那个大汉 见四个已死了三个 哪里还敢动他 只得跪下求饶 武松一脚把他踏住 问是谁指使他来的 武松听说 蒋门神和张团恋 仍在鸳鸯楼吃酒 还等着他们报训呢 心中大怒 手气一刀 把这个大汉也杀了 武松杀死这四个恶汉 心里愈想愈气 便提了一口泼刀 奔回孟州城 进了城 已是黄昏时候了 武松来到张都坚的后围墙外 在一个马院藏身 一更后 等喂马的人都睡了 这才从花园的墙上爬了进去 武松因是熟路 便轻轻地向鸳鸯楼扑去 且喜没被人看见 又悄悄爬上楼梯 向里一看 蒋门神和张团恋张都坚 三人正在兴高采烈地吃着酒 武松听了怨恨冲天 抢进楼里 照蒋门神就是一刀 又回过一刀砍翻了张都坚 两个都倒在地上挣扎 张团恋终归是个武官出身 他急忙提起一把椅子 照着武松扔了过去 武松用手接住 救世一推 把张团恋也打翻在地 武松用刀把三个恶徒的头都割了下来 才觉得出了一口气 他看桌上还有酒 就连饮了好几杯 武松又在尸体身上撕下一片衣巾 沾上血 在墙上写下了八个大字 杀人者 打虎武松也 停了片刻 武松把施恩送他的包裹打开 从里面取出衣服换上 这才走出张都坚的家 走到城边 看城墙并不高 就爬上去 只一跳便跳到城外 这时城里一打四更了 武松又蹚过护城河 把施恩送他的马鞋也换上 便急急的从一条小路逃去 走了月末二十多里 天已快亮 武松因一夜辛苦 加上磅窗疼痛 见前边松林里有个小庙 便走进去 想睡一觉才赶路 他刚躺下要睡 忽然被几把脑钩搭住 接着就跳进四个人来 拿绳把武松绑了 武松被他们退拥到一间草屋 又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那几个人就到后堂去了 原来这也是张青的酒店 那四个人都是店里的伙计 他们进了后堂 唤起张青 说他们赌钱回来时 在庙里碰到一个大汉 因见他不像好人 故把他带来绑在外间 请张青发落 张青和孙二娘出来一看 大吃一惊 不想正是武松 急忙上前把武松解了下来 这一来 倒把那四个伙计弄得糊涂了 张青把武松请至后堂 告武松说 这也是他的酒店 这样的酒店还有几处 接着武松把御师恩 打蒋门神 打闹飞云谱 和鸳鸯楼等经过 都对张青说了 张青知道事情紧急 不便酒流 就劝武松 投二龙山鲁之参 杨智处去入伙 张青夫妇 怕武松路上行动不便 想让武松扮成个行者 武松到了这步田地 也顾不得许多 就让孙二娘 给他改扮起来 张青又给鲁之参 杨智写好一信 匆匆给武松 备了些酒肉饭式 吃吧 张青又嘱咐了一番 这才送武松上路 在路上行了两日 各城镇以张挂出 捉拿武松的榜文来 但因武松打扮成行者 沿路才没被别人识破 武松又走了一天 十分困乏 在家腹中饥饿 便走进路旁一个酒店 捡了一个座坐下 一连吃了十几碗 酒足饭饱 便又起身赶路 再走了四五里 天已渐渐黑了下来 走到一个庄前 被一条小河挡住去路 武松也没细看 就是一跳 因他已吃的大罪 一失足掉到河里 怎么也挣扎不起来了 偏偏河边一条黄狗 使劲对他狂吠起来 原来这庄是孔家庄 庄上孔太公的两个儿子 听到狗叫 便带着一伙庄汉前来 他们看武松模样古怪 就把武松绑起来拷问 原来孔太公的两个儿子 也十分厉害 大的外号毛头星 名唤孔明 小的外号毒火星 名唤孔亮 他们正在拷打武松 由庄里转出一个人来 问他们打的是什么人 那人走进武松一看 大吃一惊 原来这人正是宋江 武松见识宋江 真是喜出望外 孔明孔亮 见宋江和武松 以兄弟相称 一时慌了手脚 都忙于武松松绑 原来孔太公 十分敬重宋江 因听得宋江吃了官司 逃到柴打官人庄上 就把宋江请到这里了 宋江又把孔明孔亮 给武松介绍过 并说 因他常指点孔明孔亮 使枪弄棒 所以被他们称为师父 说着 就请武松到庄里 去见孔太公 见过孔太公 饮宴霸 当晚宋江就留武松 同时安歇 两个各宿心事 武松说他要投二龙山去 宋江说他早就想去清风寨 花蓉那里看看 这样两人正好一路同行 宋江和武松又住了几日 便别了孔太公 一同上路 在路上行了两日 打听的要到二龙山和清风寨 得在前边的锐龙镇分手 二人在锐龙镇一家酒店里 畅饮了一回出来 前面已是三叉路口 看看就要分手 两人都觉依依不舍 武松跪下朝宋江拜了四拜 这才和宋江撒泪道别 宋江去投清风寨 武松也投二龙山入伙去了 手里El 撘取来 宋江 撞取来 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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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